来 小乔 夏老师好 郑总好 你好 我是北京大学普通生代表队的一名大学生运动员 在我们这个运动项目当中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 不知道能否上台展示一下 请大家来猜一下是哪一项运动 好 来 不用做动作了 我都基本猜到了 黑板擦一出来我就知道了 这样 我来帮你演 你得把那个推出去 对 推出去了 对 好 左一点 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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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防 夏老师一百天之后参加比赛肯定没问题 什么运动大家都猜到了吧 冰壶 冰壶运动 四月份北大冰壶队的队员们在冰立方现场参加测试活动 特别幸运的就是当时我去到了冰立方 参加了场馆测试赛 所以我很想知道 郑总当时是否也在现场 然后看到您设计的这个场馆 第一次用于比赛 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其实我挺紧张的 因为在我们科研和设计的过程中间 我们接触的都是数据 冰的温度 冰的摩擦系数 冰的线路会怎么走 但是真正要检验这块冰 要发挥最好的水平 还是靠我们运动员来的 运动员上兵的体验 是我们一个最直接的标识 那接下来问问你体验怎么样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体验 就是觉得这个场馆的便利性特别好 因为当时就是从运动员 专属的更衣室 休息室 到这个比赛的场馆 中间的这个线路 可能用时几秒钟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走到 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休息室 是每一个代表队 它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休息室 更衣室 像卫生间它都有配备 为什么感觉像集装箱一样 咱们北京冬奥会 有一个口号 叫做以运动员为中心 这些设施 都是尽可能地为运动员 提供一个最佳的体验 在病例方里面 原有的更衣室 是为了游泳和跳水运动员准备的 咱们冰湖参加比赛的队 要比游泳和跳水多很多 但是在冬奥会之后 我们也不会一直在办 这么多队伍的比赛 所以这次冬奥会 就在永久更衣室之外 又增加了用集装箱 制作的临时更衣室 这些集装箱 它都有自己漂洋过海的历史 然后在集装箱上都有记录 然后每一个更衣室 在冬奥会之后 会转变成咖啡厅 广场上的休息设施 然后再继续使用 或者还有个办法 买一卡车 把这个往后面一放 那就是个房车 就可以周游世界去了 特别有这种可持续发展 环保的理念 但是又非常舒适 简洁 而且布置起来也很方便 谢谢大家